解体中国 各省必须独立 这不是我的观点 这个是有人在我做这个解体中国的节目下面留言 他说只要有个中央必然集权 历史惯性 那他认为既然有块大的 比如说现在北京 河北 山东 河南 山西 辽宁 天津 一块 就这一块是这个剩下的小中国 他还可以叫中国 当然他也可以叫燕国 那他如果是 是一块大的 他呢就想继续统一中国 做这个中国梦 哪怕叫燕国 他也做个大燕国梦 他可以呢 哎 山东还挨着江苏哎 我去 打他一下 河南挨着这个安徽 就打一下 希望呢 把周边的呢 打下来 然后呢 集权 又形成个大中国 对周围呢 就就造成一些伤害 所以呢 他认为呢 各省必须独立 我谈一下我的观点啊 我认为呢 实力和利益的均衡 是最重要的 不一定 说是要每个省都独立 你每个省都独立的话 还有一个省比较大呢 或者万一北京天津 他两个是合在一块的啊 他两个实力最大 可能就侵略河北啊 打下河北来 他就想侵略山东啊 他就想侵略辽宁啊 这个 这种情况呢 那你不可能把每一个 一个县一个县的都独立了 这个是不现实的啊 所以呢 更多的呢 是实力和利益的 一个均衡 像打来喇嘛尊者的中间道路 那 藏人呢 给这个 汉人呢 有血海甚仇 杀父之仇 多妻之恨 当初把那些 那个老爸杀了 把人儿子所救过来 救了一个小奴隶 其实就 把那些老爸杀了 然后救了个奴隶 就把他儿子救了 那为什么 这样的话 藏人要独立 打来哪个尊者 还要推行这个中间路线呢 那就是觉得 凭着藏人的实力 我们 单单单西藏 独立 就不容易 既是西藏 有实力 独立了 在外国的帮助下 还有其他的藏区 像云南啊 四川啊 什么 青海啊 是吧 还有很多藏人 还有很多藏人 所以说呢 实力又不够 要求的利益又比较大 还不如呢 就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框架范围之内 只是呢 留住自己的语言 文化 风趣习惯 教育 只要按这个方向 那我们知道 俄罗斯的车臣 全民戒兵 拼了 不要命了 这个 人体炸弹 妇女 全都上 但是呢 车臣太小了 俄罗斯太强大了 根本没有办法独立 那怎么办 那么现在还是在俄罗斯 控制之下 那你车臣也可以去找美国帮助啊 那美国帮助车臣吗 帮又能帮多少呢 是 大家都抗议 说俄罗斯 杀车臣 差的太多了 不能杀他 但是又怎么样呢 抗议一段时间 也就 延期息骨了 这块呢 在 追求自己的利益的时候 也要考虑自己的实力 没有办法 追求到 绝对的 百分之百的完美 没有办法 完全拿回自己的利益 每个人呢 都会有所失去 每一个民族都会有所失去 每一个区域的老百姓 也都会有所失去 啊 所以呢 各省必须独立 这个理念 我不认可 谢谢大家 我以为你认为你 能不能杀福